早年 我跟张家大师学佛 陈蒙老人家了 直到我三年 我学佛的根基 是他老人家帮我顶顶 关于这些疑问 他讲得很透彻 他说佛法 知难心 不是知意心难 我们现在讲知很容易 做很难的 那时候你知的不透彻 你不是真正知道 真正知道 哪有不肯放下 你看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实现的 顿时 血就是放下 把妄想分别执着 血掉 他就大车大物 民心皆信 在中国 汇能大师这一流的 不止他一个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大车大物 民心见性的 总有几千人 我们聚会 我们聚会能大师 所代表 像他那样 有几千人 你看五灯会员 你看船灯录 你就吓得了 那些通通都是 民心皆信 没有别的 就是放下了 我感谢张家大师 最感激的就是 头一天见面 他就叫我 看破 五十节来 摄放三十 一切诸佛 成佛的秘诀 就是看破 方向 秘诀传给我了 丝毫没保留 那我们听了之后 没看破 你看这个地方 交给我们 观一切法无常 我们是不是真的 知道无常了 这两种无常现象 我们都知道了 刹那无常 一切无常 说老实话 我们学了半个世纪了 那不能说不懂 也不能说真懂 为什么 真懂就放下了 这是张家大师的话 你没真懂啊 没真懂 你学习的不够啊 深度不够啊 不讲广 讲深 深度不够 所以古人讲啊 都说千遍 其一字进 不需要别人教的 你自己就明白了 要什么 千遍 我们有没有学过千遍 没有 那当然了 有很多人呢 学一遍年遍 行了 够了 我这个我学过了 这个很糟糕 佛菩萨听到摇头啊 为什么 你这一生 不会害我 你不可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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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